兄弟们,今天可有应付了 阿姨来带我下馆子了 我的天啊 点了一个当地的特色 神龙小鱼炸土豆片 这边的话是红烧鸡块 都是硬材啊 在整个大摇 我的天啊,舒服舒服 这边人还怪多的来 理还别说,这小鱼还怪香的 它是晒干了之后啊,然后再炸的 吃起来是正有滋味啊 还有就是这个红烧鸡块了 甜甜的 太棒了啊 这米饭的话更有特色啊 土豆炒米饭 哎呀,可好可好吃了 咱们先整上一碗 炸的真是真的是脆啊 看起来就香 满满一碗,我爱吃 吃饱喝足了 哎,出来逛一逛 买一点菜回去啊 来这边一个多月了 第一次下馆子 哎呀,这家伙真幸福 卖菜员还怪享受的来 瞧瞧,这躺的真滋润 这边没有什么大超市啊 只有这样的小超市 卖的菜系呢,也算全面 就是没有鲜肉啊 冰箱里面全是冻肉 然后看看搞点啥吃 随便买了一点 准备结账了 一斤的大排骨 加上鸡米花 现在是购物完成啊 跟着阿姨出去逛一逛 阿姨在这边买一点这个红薯啊 看看,一个大车啊 左边的话也有卖水果的 购物完成 准备出发 阿姨的货费箱啊 就是个储备的空间 咱把这个菜放进去啊 我也是搞了一瓶金龙鱼油啊 打开车门 准备出发啊 咱也是坐上副驾驶了 该说不说的兄弟们啊 已经出发了 阿姨买了几根黄瓜 给了我一根啊 我爱吃 真香 吃个黄瓜 看着风景 美滋滋啊 这小生活越来越好了啊 你还别说 这黄瓜就是香嘞 满满一大口 真香 饭后小甜点 黄瓜就是好啊 爆汁 咱现在跟着阿姨 一路往前走 走到哪里 算到哪里啊 今天的话是打算 去这个山东里面去逛一逛啊 看看能不能到 大山里面的隧道 它就是多啊 现在也是进入隧道了 我的天 这灯光确实是亮啊 前方几百米的话 有一个天井山风景区啊 不知道收不收费呢 等一会的话去逛一逛 这边的隧道是真的多 一个接一个 车的话就暂时停在悬崖的边上啊 有一个专门停车的地方 关上车门 这边全是卖小吃的 刚吃饱饭 啥也吃不下啊 咱们到对过看看 我的妈呀 这风景太美了吧 山更云连接到一块了 真正经啊 哇 往下抽一抽 哎呀 绿油油油一片 太美了啊 站在这上面的话 确实不错 逛完了 准备接着出发啊 顺着这条道路 再接着往前开 坐上阿姨的车了啊 顺着这条道路 接着往前开 开一路 逛一路啊 就是玩 车的话就停在这边了 好多人哎 还有很多的这个旅游车啊 阿姨出去逛去了 看看这个地方要多少钱 那么打开车门 看一看 这边还有公共卫生间 还有停车位 确实是个好地方啊 阿姨也是问了一下 2996个景区随便玩 但只限于一个人啊 两个人600多 还是算了吧 现在的话也是 带阿姨来一个 荒芜人间的地方啊 这地方特别的美啊 因为旁边的话 有个水库 青山绿水 看看这水库的风景 我的天哪 真美啊 之前的话 还能走过去啊 不过现在干活堵住了 准备到这个下面逛一逛 下面是个水潭呢 我的天 也怪陡的啊 阿姨已经在前面走了 那么跟着她走就行了 这应该是别人养的这个鱼塘了吧 整的跟爱心形状似的 右边的话是这个庄家地啊 种的菜系还蛮多的 吃饱喝足出来逛一逛 哎 就是悠心 看一看 哇 这下面 可真美啊 可惜下不去 太陡了 不然下去走一走 挺好 我感觉还挺适合钓鱼的 风景的话也是逛完了 又是美美的一天啊 本来阿姨要带我去2996个景区玩的 但是我觉得有点贵 还是不让阿姨破费了 车的话也是开过来了 帮阿姨盯一下就行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咱们下期再见啊